把策略真的很高 但是內心的便很高 銀牌是1965年開張 但是裝修不同 装修,一般是來度身,另一半是來做師傅做工 這裡的地方有20個人做做工,可以說是最旺的時間 那你幾多歲就開始做工? 我十四歲,在澳門 那就更早了,十二歲半就已經開始做工 學完三年長生之後,就要再學兩年度身,設計做衣服 不需要切雞,就要學好一點工夫 我們做了五年,學了五年,才成為師傅 那你們怎樣開始做這學? 讀完小學,因為沒有錢去讀中學,我就很喜歡 很喜歡,很漂亮,扮靚 扮靚有什麼辦法呢? 要做很漂亮的衣服,是最好的 那我就決定了,做衣服 那我一開始就去學學國做旗袍 後來呢?我以為做旗袍,我不可以經常穿 那我又去做時裝了 那一樓呢?就這樣一樓呢?就這樣一樓呢? 那一樓呢?就去做時裝 那然後呢? 那一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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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這樓呢? 那一樓呢? 一樓呢? 一樓呢? 那樓呢? 一樓呢? 今天 Thirtyllen 呢? 一樓呢? かわい mean 미국 這,謝謝 這個壓力 呢? 所以我就一齊一間店鋪 又做旗袍 又做時裝 做了十年左右 他們很流行去買衣服 去買西裝 西装 所以全部做了旗袍 那時候1996年 廣州就1955年來香港 來香港做財寶 來到這裏就在這裏 就在這裏擺花街這裏學師 當年就很流行做衣服 我們那時候 因為我們初初做店鋪的時候 就很緊張 我又要交租 還有一些同事 可能他們不得我們做店鋪 他們很好笑 他們走去打個電話來 說你去哪裏讀身 我們很開心 帶了所有的工具來 原來那裏是一個地盤 哈哈哈哈 他有些這樣 政府整本的人都 那些皇家那些 那些皇家有些 專門呢 和你玩一下 讓他去一下 以前有很多做財寶的人 很多這裏 中環區 有些在樓上做 他們說有 我們在地盤 那裏都有整個五六間 是做財寶做衣服的店鋪 那些競爭很大的 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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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小孩子 行業書 政府都知道的 六幾年那裏 沒有津貼 沒有成的 現在讀完小學 就要去學 有學師的了 很多學師 當然我們都 最開心的 196年 很多學師 做衣服 在學著我們做 很多學師 我有七個學師 他們都去製衣廠 對 製衣廠 去製衣廠 他懂得做衣服 他懂得做衣服 他懂得踩車 他就去製衣廠做衣服 製衣廠 可以賣衣服 後來每個人去買衣服 去買 以前沒有人買衣服 一刻一定要量身訂造 好了 到七幾年開始 製衣廠做衣服 因為沒得做 我們要轉型 所以馬上去製衣廠 就去製衣廠 訂在衣服 去買 因為自己懂得做 懂得看 那你就可以賺到錢 要不然你經常在那裡等 你去量身 不要 所以一定要看時勢 要怎樣 是啊 因為 市場上 你不可以默守成規 不可以 像古板一樣 就是要做一件事 一定要一個轉變 看情況不對 自己就去變 很多人客 他們的時間 以前 他們要上班 所以他們 真的沒有時間來量身 我們把衣服 造成出來賣 再加上那些遊客 他們可能來幾天而已 我們不能夠做給他們 我們就轉了 賣給他們 他們都很高 我們知道 現在都是賣給他們 有些是怎樣的 有些是心裁 有些是我不喜歡買的 買衣服 未必適合我的 我要訂做 因為訂做 他們可以設計 那怎樣設計呢 例如那些裙邊 它又可以轉顏色 因為他們自己很聰明 所以又轉型了 買衣服 又做衣服 又賣衣服 這樣 沒有設計的衣服 他們 大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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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件衣服 一個十字形 一條領 一個十字 能夠穿下去了 開了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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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是一件衣服 沒有什麼特別 但後來 有些年輕一點的 他們 多花款 又喜歡這裏 肩膀 因為這樣十字形 沒有肩膀 肩膀 又看不到 肩膀 這麼漂亮 又說要剪刀 要剪這裏 那裏 又剪掉它了 真是有一對衣服 真是有一件衣服 那裏 打兩個閘 漂亮漂亮 那時候 1962年 1962年 1962年的時候 5年 直到1970年的時候 在香港 大公司 例如 林卡佛 林卡佛 銀行 他們都做了旗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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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有幫助 他們都有幫我做的 還有就是 航空公司 國泰航空公司 他們都做旗譜 其實說起來 最長的旗譜 做到現在 好像應該是 好像真光一樣 一百年前 做旗譜 做到現在 都還是這個顏色 可能還是這個 是顏色的 布已經變了 那你們覺得 我們的文化 又是再消失了 應該呢 我們呢 一定呢 就要 形成我們的中華文化 我希望呢 旗譜呢 是不會消失的 是不會消失的 是